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减息周期,有利金价上升 投资者除了可以直接买入黄金或黄金ETF之外 还可以投资金矿股 选金矿股要注意黄金业务比重 还有黄金产量和金矿的储藏量 金矿有很多种 因此选金矿股的时候要注意黄金收入佔比 以招金矿业为例 只有九成的收入来自黄金 但是山东黄金的所有收入 都是来自开采黄金和练金业务 除了业务含金量要高之外 还要产量够多才可以支持营业额的增长 在2018年,山东黄金的产量 约为125万余施 略高于招金的109万余施 至于金矿储藏量方面 山东黄金有3100万余施 招金有3900万余施 金矿储藏量以招金较多 不同的金矿股 盈利受金价高低的影响也不同 公银国际估计 金价每变化一个百分点 山东黄金每股盈利 会有4个百分点的变化 而摩根士丹利估计 金价每升百分之一 招金盈利每升百分之3.8% 山东黄金对金价敏感度较高 与它的业务含金量较高 是有关系的 总结而言 分析金矿股 要留意黄金业务的占比 黄金产量和金矿储藏量 这三样数据越高 公司越能受惠于金价上升 决定要更加IF ம决定